大家請合照 請合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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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說齒 願解如來真是意 地藏菩薩每願經西講 尊敬的最同修最厚乏 大家晚安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呢 再接這個念佛共修的姻緣 再一次呢 來為大家 喜講這個 地藏菩薩 本願經的大意 那如果有講一些啊 不對的 請大家多多批評 因為我相信大家 對這個修學佛法 大家都修得很好 念佛也念得很好 在這個地方 我只是來為大家做一個提供 提供給大家 一種修學的參考 在這一部經 佛是如何教導我們 來修行 好 那上一次呢 已經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就是把這一部經的經體的大意 已經簡單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所以我們學這一部經呢 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先從經體來為大家介紹 第二部分呢 是來介紹全經 這全經裡面呢 總共有十三品 這十三品的內容 它的主要性 是講什麼呢 是為我們介紹什麼呢 然後我們對地藏王菩薩 能夠升起一個堅定的信心 然後第三部分 那我們就開始來介紹 從第一品 慢慢來為大家介紹 所以這個三個部分 我們第一個部分 已經為大家簡單的做一個簡單了解 今天要給大家來先說明的 就是全經的總共十三品的內容 好 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面 第一章 這個 第一章菩薩本願經呢 它總共 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分為上 上 中 下 有十三品 裡面呢 有十三品 那第一品 就是從刀立天公神通品第一 然後呢 分身即會品第二 那這兩品呢 那這兩品呢 它最重要的 是為我們介紹什麼呢 它的內容 它的主要的 就是為我們介紹所謂的能化之主 能是什麼呢 能所指的就是有能力 它有什麼能力呢 它有能力幫助我們一切眾生 讓一切眾生這一生當中能夠離苦得了 你這一生當中能夠轉迷為無 轉凡為善 轉惡為善 而且也能夠幫助我們這一生當中一切眾生 你能夠超越六道輪迴 了生死 而且一生圓滿成佛 它的內容都是在講這個道理的 那它是誰呢 這個法主是誰呢 它就是地藏王菩薩為代表 都是為地藏王菩薩為代表 所以這兩品都是為我們介紹 介紹什麼呢 介紹釋迦牟尼佛這一次在刀立天 為了報答母親生育之恩 所以啊 這一次的法會 來為大家講這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都是以地藏王菩薩為代表人物 那代表什麼呢 介紹什麼呢 就是為我們說明啊 地藏王菩薩五亮節以來 在過去因地修學的時候 在修行的時候 做核行密核運啊 而能夠成就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的功德 所以前面第一品跟第二品 就是要為我們介紹這個兩個的東西 介紹地藏王菩薩 過去是怎麼修行的 過去是怎麼樣發願的 後來呢 稱為功德不可思議 而在經典裡面我們都知道 諸佛菩薩五亮無邊 五亮節以來 無論怎麼稱讚 都稱讚不完的 就是要介紹這個 對於這個內容 我們能夠明白 能夠了解的話呢 然後呢 讓我們能夠做一個簡單的了解 對地藏王菩薩 能夠升起堅定的信心 所以前面這兩品都是介紹這個 所以文書菩薩 釋迦牟尼佛 講這一步行一開端 他是同一個來為我們請法的 來代表我們請法 代表我們請教釋迦牟尼佛 為我們介紹地藏王菩薩有什麼了不起 他的了不起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諸佛菩薩稱讚他 五亮節都稱讚不完 他的特別在哪一個地方 請釋迦牟尼佛類為我們介紹 這個就是所講的 刀立天空神通品 跟分身機會品第二 就是介紹這個 好我們看下面 然後第三品 第四品 第五品 這三品的內容 他的主要性是介紹什麼呢 就是在講地藏菩薩 是所化之機啊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地藏王菩薩 他所教化的眾生 是哪一類的眾生 這個不容易 大家如果有空 去看一看你就明白 真的地藏王菩薩真的不容易 他所教化的眾生 而這個眾生的對象 都是哪一類的眾生呢 哪一類的呢 比如說 不孝父母的 你想一想 不孝父母的人 在這個世上太多了 你想一想 對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順 那其他的就免談 像這一類的人 你想一想 多剛強啊 多頑固耶 不容易度耶 地藏王菩薩 都是最對內的 不孝父母趕緊回頭 要見向大王 然後第二類的 造作惡意的眾生 你想一想我們在這個 末法時代 在這個末法時代 哪一個眾生生可異的 生可異三頁 哪來不造業的 你想一想 太多了 所以造作惡意的眾生 這一類眾生 地藏王菩薩告訴我們 什麼呢 趕緊懺悔 趕緊回過 趕緊啊 不要說外面的 說我們自己 也不是自己我們犯了過失 能夠真正來懺悔的 那個不多 然後第三類的就是喜歡 誹謗的 佛法的 不敬三寶的 不信因果的 像這一類的眾生 地藏王菩薩 怎麼知道 趕快回頭 趕快 改過之心 你想一想 尊敬的最同修大德 像這一類的眾生 都是不容易度的 不容易度 所以 從這一類的眾生 都是地藏王菩薩 所教化的重點 他所教化的重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要更加了解 更加了解 為什麼在佛門裡面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佛門裡面 為什麼稱為他 稱為地藏王菩薩的願力 是最大的呢 為什麼呢 一切法門 離不開地藏王菩薩這個法門 無論你修什麼樣的法門 都是以這個法門為基礎 你想一想 你從這個地方你想一想 那為什麼稱為他願力是最大的 就是因為他專出現於 無佛的時代啊 無佛的時代就是末法的時代 就是要走在滅法的時代 你想一想 在這個末法時代 走潜在 滅法的時代的這一類眾生 你想一想 都是不容易度的 無佛的時代的眾生 你想 他的身心都非常非常地污染 身心都非常非常地作惡 身口一三一其心動念 沒有不造業的眾生 地藏王菩薩都是專門出現在這個時代 無論他在哪個世界 他都是在這個時代出現的 釋迦牟尼佛已經三千年前了 還要等米勒菩薩 米勒菩薩還有五十七億六百萬年 他才降生到這個世界 你想一想 在這個中間空檔的時候 地藏王菩薩來代表 代表什麼 代表佛來教化這一類的眾生 我們來想一想 不容易度啊 哦 所以 從這個地方你去思維去看 不要說我們外面的人 你能夠度你的母親 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同修 你的相生 你的太太 你的兒女 他能過來跟你一起念佛 那已經不得了 功德已經不可思議了 不要說外面的這些眾生 身心污染的 起心動念 身口一善意 不斷地在造月的這些類的眾生 你能夠有度他 你能夠有度他 不要說度他 你不給他度走已經算不錯了 哈哈 像以前 我有認識一個 一個小沙咪 剛剛出家發了一個大願 很了不起 眾生五邊四願度 哈哈 不好好學 發這個驗太了不起 你看 到了一個地方 遇到一些種種的境界 而且不許考驗了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你去看一看 在這麼著惡的時代 這麼難度的眾生 這麼剛強的眾生 這麼頑固的眾生 這個就是地藏王菩薩所度的對象 所以他太了不起了 無論多難地藏王菩薩 都是可以想盡辦法來幫助他 但是關鍵在哪裡 關鍵你有沒有跟他有緣 什麼叫做有緣呢 你能不能聽話 你能不能依教奉行 能夠把他的教誨 順從老式的教誨 落實在生活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要順從 因為他已經成就了嗎 因為他已經對這個事實的真相 對這個宇宙事實的真相 徹底的了解 徹底的明白 所以我們能夠順從他的教誨 是不會錯的 我們所得到的都是前途 都是一片的光明的 所以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跟他有沒有緣 這個緣有兩種 一個就是讀他的經 一個依教他的所教會的 你就是跟他有緣了 這個是前面第三第四第五 所謂的 熟化之期 那我們看下面 下面呢 第六 第七 第八 那這三品呢 它最主要的 都是為我們介紹什麼呢 介紹地藏王菩薩 所度的眾生 所謂的度生之源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地藏王菩薩 他所度的眾生 要以什麼樣的善巧方便 這個我們內容啊 其實啊 講得很清楚 用什麼善巧方便呢 譬如 烧香 誦經 比如說 這個 供水 供花 或者低頭 合掌 禮拜 就是用這個善巧方便 教我們落實在生活 用這種的善巧方便 來修廣 修供養 來修布施 造出種種的善緣 這個就是地藏王菩薩 是怎麼樣來教導這些眾生的 用這些簡單 來幫助我們 沒有別的 都是勸導這些眾生 比如說 不孝父母的 趕緊要發孝心 不懂得修善的 不孝父母的 趕緊要發孝心 不懂得修善的 趕緊要修善 不敬三寶的 趕緊要對佛法 對三寶你要生起的信心 供養三寶 這個就是地藏王菩薩 以種種的善緣 來幫助我們 怎麼呢 增盪我們的善緣 領眾生 能離惡道之苦 所以稱為度眾生之緣 所以這三篇的內容 就是用善小方便 所以今天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在佛門裡面我們為什麼 會去供花 去供水 去供燈 去燒香 然後呢 用一個合掌 用一個問訓 用一個禮拜 來周圍我們來修學 你看喔 我們很多 很多人 在佛教佛教裡面 常常都是這樣嘛 到佛堂裡面 我來供水 我來供養 他用這種方法呀 所以地藏 佛薩本願經的內容 所教導的善小方便很多 這個啊 他的內容 這三品裡面都是講這個道理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知道什麼呢 問訓 合掌 禮拜 他不是對佛菩薩 佛菩薩不需要 都是對著你自己 從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樣如何 懂得 懂得什麼 懂得做人 要懂得感恩 做人要懂得禮讓 做人要懂得恭敬 教我們做人 不要天天跟人家截惡緣 教我們要天天跟人家截善緣 教我們天天不要跟人家 照火焰 教我們要懂得在這一順當中 要互相恭敬 要互相的禮讓 你能夠落實這樣的方法 而所得到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不是對逼人 全部都是講的 都是對著自己的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地藏王菩薩本願經的內容 這三品 其實看起來簡單 但是有時候做起來不簡單 真的 比如說我們未信 恭敬 你看到一個人你喜歡的 你可能恭敬他 也容易做得到 但是對你一個你不喜歡的人 你那個恭敬心不一定能夠做得到 我們今天看到佛像來禮拜 我們所禮拜的是誰 這個道理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事實上 遇到這個事實的時候 為什麼有時候做不到 放不下 所以很多道理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佛告訴我們不要跟人家解惡緣 但是遇到逆見的時候 天天跟人家解惡緣 我們很多寫佛的人都是有這種的毛病 當他經見來的時候 什麼佛法都忘了乾乾淨淨的 一句都用不上 很多 你看我們念佛也是這樣 做起來的時候念佛好像很用 一到經見的時候 一句阿彌陀佛都忘了乾乾淨淨 所以這個道理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為什麼做起來這麼難呢 這個大家要好好去思考 去反省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最後呢 我們看下面 最後啊 總共有五品 這個五品的裡面呢 從這個稱佛名號品第九 一直到全經的圓滿 這五品啊 它的總結性 它的教誨 它的主要性 它的內容 是為我們介紹什麼呢 要為我們講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五品裡面呢 都是 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講了一樁事情 什麼事情呢 成佛之音 成佛之音 成佛之音哦 前面是介紹哦 人天福報 教你要如何 把人做好 把人做好 人做好了 你才能夠 提高你自己的境界 你想要成佛 你才會有這個機會 那人都做不好啦 你怎麼能夠成佛呢 所以成佛之音 所講的就是成佛的正音 成佛的正音 建立在哪裡呢 這個我們一定要清楚的 成佛的正音建立在哪裡 你看哦 整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它非常殊勝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前面所講的 人天善惡的因果 一直到 講到成佛的因果 是用什麼方法成佛的呢 釋迦牟尼佛在這一部經啊 明確的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成佛的方法 就是以念佛成佛的方法 哦 你看哦 你看地藏菩薩本願經到最後 引導我們要如何用這個方法 就是用這個念佛的方法 來成佛的 所以我們大家一定要知道 地藏菩薩本願經 所度的不是這一些凡夫造惡業的眾生 他所度的對象都是法身大事的對象 那個不是一般的經典 所以地藏菩薩本願經 它不是小成形 它是大成的經典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清楚一件事 我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釋迦牟尼佛在這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告訴我們一件事 雖然念佛成佛這個方法 理論依據 但是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提醒我們 在這個念佛當中 你一定要具備什麼條件呢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你必須要具備不失的陰形 你沒有具備這個條件 你是沒辦法成佛的 無論你怎麼念佛 你是沒辦法成佛的 他具備這個陰形 你沒有不失的陰 你是成不了佛的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 雖然我們用這個念佛的方法來成就的 但是你沒有行不失 是不可能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這一部經 特別用很長的一品的經文 來為我們講什麼呢 講較量不失的功德 第六品我們會看得到 在這一品釋迦牟尼佛真的講得很長 在第六品 講得非常長 把這個故事的功德 講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在這一品釋迦牟尼佛講 無量無邊的法門 無量無邊的法門 我們看下面 無量無邊的法門 無論你修什麼樣的法門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重視在哪裏 他的行為重視在哪裏 他的行為重視在哪裏 都是要優秀布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修學成佛的開始 因為布施是修學成佛的正因 你沒有 你沒有 布施的精神 你是沒辦法成佛的 但是很可惜啊 我們遇到很多同修 我所講的不是你們 我所看到的外面的了 你們都很好的 你們都修得很好的 你看我看到很多 有時候很多人說說 師父啊 我只是念佛就好了 我只是誦經就好了 我拜佛就好了 我不想修布施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你說可以嗎? 你說呢? 如果今天我們把這個事實真相能夠了解 你就明白了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不是沒有道理 所以啊 在佛門裏面 很多人 為什麼到寺廟裏面 看到三寶都喜歡來供養 來供養佛 來供養三寶 而且都是心甘情願地 來供養三寶的 哪怕是有時候有所求的 有時候有所求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像我們在這個道場裡面 有時候遇到一些人家 大家來到這個道場 來供養 來布施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 有時候在布施當中 他有所求耶 很多人喔 我們常遇到這樣的事情 雖然他有所求 但是 對於三寶 對於佛的供養 他們總會生起的信心 對不對 你看我們做法會三寶十七年 釋迦牟尼佛沒有主動跟你說 阿彌陀佛沒有主動跟你說 明天要三寶十七年 我需要水果 我需要共花 我需要共水 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我沒有跟你說的 你主動主動 自自然然你就來供養 你不說 釋迦牟尼佛我沒有跟你叛養 阿彌陀佛我也沒有跟你叛養 你主主動動 心甘情願的 歡歡喜喜的 去買 買好了來供養 無論有多貴 我也寧願出一份錢 我來供養三寶 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對三寶這麼有信心 為什麼對佛會有這麼信心呢 不要說外面 說我們自己的 我們走到哪一個寺廟 對不對 看到光德香 不論沒有人教你 你主動的你會給了嗎 對不對 你看到哪一個地方 只要這個道場裡面有光德香 你走到怎麼樣的地方 你就有這個心想去供養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福報 因為十方諸佛在英帝 五量節以來都是廣修供養布施的 所以佛有這樣圓滿的果報 看出一切眾生的供養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你從這個地方你自己看 我們看下面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學佛念佛 假如我們不肯布施 不肯供養 不肯來 來護持 假如 假如 就算我們成佛了 你要來這邊 你要來這邊弘法立身 你要來幫助一切眾生 你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了 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 你會餓肚子 沒人供養 誰要供養呢? 為什麼呢? 那又沒人供養啊 所以你想一想 你想要弘法 沒人供養 你能夠弘法嗎? 你弘法能夠順利嗎? 是不可能的 釋迦牟尼佛過去不是曾經講過了嗎? 法輪未轉 十先轉 你餓肚子你怎麼弘法呀? 你想要見道場 沒人供養 你也見不了啊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我們今天念佛了 就算我們成佛了 將來我要去度化 十方一切的眾生 沒有人來聽你的法呀 真的沒有人來聽你的法 所以一個人 他的緣 殊勝還是不殊勝 關鍵在這個布施 關鍵在他供養 所以 師父 說實在的 明白這個道理 只要有機會 幹嘛去供養 因為我們知道啊 因為我們知道啊 用這個方法 來跟人大家 廣結善緣 以後你度的人就更多了 你要廣結善緣 真的耶 所以師父你看 每個月當中 一定要做放生 去放生 只要有人放生 我們就去做放生 為什麼 你跟他借一個緣啊 借一個善緣啊 以到我們在這個社會當中 將來他才能來護去你啊 天天吝嗇 不想供養 吝嗇得不得了 那你想一想 你的來勢 會比這次好嗎 不可能 這個是一個假如 假如 實際上啊 怎麼可能會有貪先不死的佛呢 對不對 怎麼會有呢 從理上來講 講不通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必須強調 不失這個重要性 所以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在成佛正恩當中 特別一定要把這一條列出來 一定要把這一條列出來的 所以佛在這一部經告訴我們 一個念一個發心要成佛的人 一定要具備為眾生來做一個服務的心態 如果我們不具備這一點的心態 無論你怎麼修學 無論你怎麼念佛 你那個佛是成不了的 所以非常強調布施的功德 原因在此地啊 所以你看我們迷陀經 不是有一段經文嗎 常以清淡各以一格 沉重妙花 供養他方十萬以佛 西方的世界啊 每一天是做什麼 去供養布施啊 那今天我們都不思 都不想供養 只是念佛誦經就好了 你說 行嗎 不行啊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 哦 所以這個無品的內容 我們看下面 所以這個無品啊 就是為我們舉例 說明什麼 成佛之音 那不僅僅呢 為我們講這個 這個成佛之音 還有一點佛特別強調的 就是什麼 就是護法 所以在第十一品 監牢地神護法品 第十一 佛為我們介紹 他呢 來為我們做一個好樣子 來護法 監牢地神來護法的 所以 弘法一定要有一個護法 弘法沒有護法 那弘法那就棒不成了 所以 護法的功德超過弘法的功德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像很多人說師父 為什麼有一些人能夠生在帝王之家 福貴之家 不但又福貴又健康又長壽 從哪裡來的 布施來的嗎 如果他沒有修這個布施的音 哪來這個給報呢 所以從今天開始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 布施最主要的 就是幫助我們什麼 幫助我們那個內心的貪欲啊 我們的貪欲不除啊 無論你怎麼修啊 你是沒辦法的 所以 菩薩 修布施 修圓滿了 將來成佛 成佛之後 他還是要修布施啊 你想一想 布施在佛法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修學方法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我們大概啊 給大家介紹 介紹全經大義 分為這幾個段落 做一個簡單 讓大家了解 從第一篇到第三篇 整個內容的主要性 都是為我們講什麼呢 除了人天善果 因果 也是為我們介紹成佛正因的道理 好我們看下面的經文 簡單的給大家介紹 請俄長 我們來看 如是我聞 一死佛在包立天 為母說法 而時日時方 無量世界 不可說不可說 一切諸佛 極大菩薩 摩赫薩 皆來幾會 經文啊 我們念到這個地方 這一部經一展開啊 那為我們描述什麼呢 描述了這樣的一幅不可思議的場景啊 在所有的一切經啊 從來沒有的 從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地藏菩薩本願經 這一部經不是一般的經典啊 我們不能把它忽略啊 我們一定要把它重視啊 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都非常重視這一部經典 難道我們學佛的人不重視嗎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十方一切諸佛如來 沒有一尊佛都不來參與這個法位 你想一想 釋迦牟尼佛講經所講的法 有沒有像這樣的殊勝 沒有 你看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有六方佛的代表 但是六方佛沒有到場 沒有到 釋迦牟尼佛在講這部經的時候 他們沒有到啊 华眼經 华眼經也沒有啊 唯獨這部經 那你們想一想 如果我們不重視的話 你念佛 你那個菩提心怎麼能夠發布出來呢 什麼原因呢 慢慢給大家說明 好我們來看第一句話 如是我聞 佛所講的一切經一開始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幾個字 如是我聞 那這一句 那這一句是誰說的呢 大家都知道 是阿難尊者所講的 那為什麼佛所講的一切經一開端 我們就會看到這幾個字 是什麼樣的因緣 為什麼佛所講的一切經一開端我們就會看到這幾個字 這什麼樣的因緣 是什麼樣的因緣 為什麼佛要這樣呢 什麼原因呢 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佛講的經 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 建立在哪裡 包括我們念佛的 今天能不能往生西方解決世界 關鍵在哪裡 今天我們修學的佛法 今天我們修學的佛法 無論你修學哪個法門 你能不能成就關鍵在哪裡 這個很重要耶 如果連這個道理我們就不明白 不清楚的話 那我們今天修學的佛法 會走錯方向的 所以啊 如是我文是什麼樣的因緣 為什麼每一步經一定要從這一段開始呢 下個星期再給大家來介紹 今天啊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現在已經九點了嘛 簡單啊 這個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所以我們今天所開始的 進入的第三步 就是開始要介紹 第一品 這個第一章菩薩百年經的經文 今天啊 簡單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希望啊 下個星期我們再一起來學習 今天呢 感謝你們 來給我這個機會 給大家講一講這個地藏菩薩百年經 也就算啦 給大家做一個結個語言吧 我們大家要結個語言 你也跟師父結個語言 我也跟你結個語言 互相結善言 將來我們往生西方級的世界 咦 對不對 到處 到死方諸佛國土 去度那些 這個有語言的眾生 那今天呢 簡單為大家說明啊 那我們下個星期 再繼續給大家來介紹 謝謝大家 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 這個六十吉祥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謝謝大家